头戴凤赤子金冠,身穿黄金锁子甲,脚踏偶丝不云履,手拿如意金箍棒。 这两天,一只黑猴横空出世,成了全球顶流。 8月20日上午10点,国产第一款三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解锁上线。 发售首日迅速引爆全球,登顶Steam,WeGame等多个平台销量榜首。 首日,在线玩家峰值突破233.7万,再创新高,全球总销量已超过450万份,总销售额超过15亿元。 除了横扫游戏界,这款游戏还一举出圈,几乎霸榜国内外微博、抖音、X等所有社交媒体的热搜,引爆国内外玩家激烈讨论。 相较于从小熟读四大名著,在电视上看了轮播无数遍西游记的中国玩家,大批的外国玩家吉亚。 当我们在为如意金箍棒和大圣欢呼的时候,老外已经开始四处打听这只中国猴子了。 8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路透社记者提问,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自周二首次亮相以来席卷了游戏界,中国文化特色给玩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外交部是否将这款游戏视为中国的大使? 你认为这一发展会带来哪些更广泛的外交收获? 随后毛宁回答道,感谢你让我关注到这款游戏。 从名字看,这款游戏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我想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这部就连外媒都纷纷点赞。 日媒日经亚洲评论在8月20日发文表示,黑神话,悟空的发布是中国游戏业的里程碑在大型三游戏中有巨大突破,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在游戏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英国路透社则因为黑神话,悟空的成功,非常看好后续中国游戏的发展。 甚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财富也感叹道,这是中国至今最认真的三维大型游戏尝试。 那外国网友对黑神话,悟空的评价如何呢? 外国网友,刚开始玩了两小时,就被里面畅快的战斗和过场动画硬控住了,游戏的优化和稳定性都很棒。 紧接着,俄罗斯网友说道,序章太精彩了,多么炸裂的开场啊。 美国网友则认为,黑神话,悟空和游戏科学公司清出于蓝,作为后起之秀,完全有能力去教现在西方的三游戏工作室如何开发和营销游戏了。 不得不说,这出名为《黑神话》的国潮大戏演绎的是相当精彩。 开幕不到24小时,销量就已突破200万套,线上同时在线人数更是高达120万。 中外玩家齐聚花果山,一起嗨到飞起。 老外的反应,那真是一美之词不要前世的,太炸裂了。 这游戏简直是艺术品,场景堪称电影级,中国神话元素酷炫无比,战斗打击感爆表,不少人甚至惊呼,这才是次世代游戏该有的水准啊。 可一进入游戏,中外玩家的差异瞬间就体现出来了。 中国网友那时宛如打了鸡血,一个个都化身针,七天大声上身了。 攻略,不存在的,西游故事,那可是从小听着长大的。 小说,动画,电视剧,正本清源的,那可都是原著党。 更别提西游记,改编游戏,从童年玩到现在,都不知道通关了多少回了。 套路,技巧那是烂书于心,走位秒杀一气呵成。 拿下杨简,那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吗? 再瞧瞧外国玩家,那场面真是又好笑,又让人无语。 叫你平时不好好学中文,看看现在尴尬部,战斗教学官都没过,就已经量了一大片,多少人直接阵亡在了哪吒城外,连大圣的毛都没摸着。 不明觉厉的老外,赶紧拿起手边的西游记原著,霹里啪啦的翻书页,疯狂恶补中国文化。 他们用考古的方式学习速空,就怕游戏里出现什么梗概不到,生怕错过一丝一毫的神话典故。 这股认真劲,比中国学生备战高考还骗。 更逗的是,一帮老外在网上哀嚎,信息量太大,消化不良啊。 原来,他们这才惊觉,在国外火遍半边天的龙珠,竟然就是从孙悟空这个IP借鉴来的。 龙珠里那个金光闪闪的超级赛亚人,原来跟咱们齐天大圣有这么多相似之处。 这一出考古成果,不禁让一众外国网友纷纷感叹,妈耶,原来孙悟空这么屌,确实就像网友们说的,黑神话。 悟空,这次不仅仅只是游戏的技术、美术等层面的成功,更关键的是把中国神话传说成功出海了,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 据了解,中国IP、中国元素、中国文化甚至是价值观也是黑神话,悟空征服全球玩家的制胜法宝。 玩家每次经历新的关卡和怪物时,出现的介绍文字都来自中国书法名片。 在《黑神话》,悟空里交汇了外国玩家龙就是龙。 此前,《黑神话》,悟空制作人冯继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游戏中的一些名词海外翻译采用的是拼音。 如悟空没有翻译成Monty King,而是直接翻译为You Can,因为它足够好听,而且足够清楚,悟空使用的兵器金箍棒也没有翻译成镀金的长棍子,而是直接用拼音Jing Do Bang。 不少中国网友也是感慨到,真心为国产游戏感到骄傲。 纵观游戏史,这样的高光时刻着实罕见。 为了这一刻,中国玩家已等待多年,电子游戏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随着个人用电脑终端的普及在欧美日本兴起的。 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任天堂等最早的游戏公司即诞生于那个年代,并推出了最早的接机与红白机。 欧美游戏当然优先采用欧美的神话与现实故事作为蓝本,于是当八九十年代游戏机开始在中国出现时, 中国玩家们只能沉浸于欧美的故事里。 红白机上最早的《昏豆罗》是新西兰为背景的故事《龙王战士》和《圆桌骑士》,分别是《魔戒》和《亚瑟网》。 在游戏世界的复线,好不容易有个近邻日本公司开发的超级马里奥, 讲的也是意大利水管工在纽约的管道里打怪升级。 到了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电脑取代了接机和红白机。 能在世界玩家里流行的游戏依然是国外开发的,风靡网8的星际争霸,魔兽争霸,反恐精英都是典型。 基于魔兽争霸3,开发的Dota和后来独立进化的Dota2都是典型。 这最后两者尤为典型,虽然是基于架空的魔法世界开发的, 但其魔法都是欧美神话中的魔法,选用的炼金术士,圣骑士,那家海妖等英雄都来自于欧美传说和历史。 难怪在游戏玩家中流传一个段子,无论是来自宇宙空间的外星人, 还是魔法世界的远古怪兽,英语都说得很溜。 当然溜,那是说英语的开发团队基于英文版的文学作品开发的, 面向的也是说英语的玩家。 这种英语优势,大到甚至连中国玩家都习惯了,反恐精英, 曾经推出过中文版,但听惯了英文游戏音的中国玩家, 都很难适应全欧美画面里的中文游戏音, 干脆坚守着版本较低的英文版。 可不要小看语言优势,谁的游戏走向世界, 谁就能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玩家。 90年代打遍世界,今天依然有不少怀旧玩家的《红色警戒2》, 是以架空的冷战为背景的游戏。 在这款游戏里,就对苏联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抹黑, 其中一个细节是占领了美国纽约的苏军士兵, 会自动对着和平居民开枪, 而攻入乌拉尔山的美军士兵, 却开着宣传车与当地苏联居民和平共处。 游戏里夹带的美国意识形态私货在明显不过。 不能说在当时没有优秀的中文游戏, 但那些游戏基本都是中国人自己玩, 很少能火到国外去进行反向文化输出。 这一情况直到《王者荣耀》横空出世才算有所改变, 这款游戏采用的人物绝大部分取材于中国古代历史和神话传说, 以其高度的游戏适配性和随时随地可玩的特点 从中国玩家走向世界。 从2023年试水巴西开始, 到今年7月, 国际服已经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用户注册量超过5000万, 扎扎实实打了一把输出。 但《王者荣耀》游戏属性过强, 选用的英雄更多是碎片化分布于中国历史各个朝代。 有花木兰, 也有诸葛亮, 还有来自日本的不知火舞和公本舞藏, 鲁班大师更是与夏侯敦同台竞技, 缺少一个很明确的中国历史故事脉络, 这也导致其受到一些学者诟病。 相比之下, 《黑神话》《悟空》是中国团队基于中国神话故事打造出的中国游戏, 这其中的文化输出是其他游戏无法比拟的。 《黑神话》《悟空》给出的游戏试玩中, 一共出现了六个boss, 分别是百族宠、赤靠马侯、虎先锋、独敌大王、迷盗人、惠悦魔君。 这些都可以在西游戏中找到对应的角色。 外国玩家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开场悟空要变成小虫子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还有孙悟空从耳朵里面掏出一根棍子的行为, 他们就要主动探索背后的故事与文化背景。 在红迪网Black Myth Vulcan社区, 各个地区的老外晒出了不同语言版本的西游戏, 除了英文版、中英语版、 还有意大利语版和西班牙语版。 还有的网友在视频平台下载了86版的影视剧西游戏, 在玩游戏之前先来一次文化速成办。 在许多个根《黑神话》、 悟空相关的文章或视频留言区里都能看到这样的留言。 我曾在交界地当褪色者, 也曾扮演美国特工深入西班牙的邪教村庄、 陶森特公国的美丽、希腊神话的传奇, 我们都见过太多, 但唯独没有在中国人自己的游戏里扮演过一次属于中国的英雄。 我在大马士阁骑过马, 在欧洲当过海盗, 在美国狂野西部当过射击手, 在古老埃及当过刺客, 扮演过猎魔人, 充当过踏着木鸡的武士, 现在终于能拿到中国自己的超级英雄的角色了。 突出中国的国产版, 其实就是在强调国族背景, 民族意识。 听上去, 黑神话, 悟空就是游戏界精武英雄, 一脚把东亚并游的牌匾踢开, 成功养我尤威。